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来跟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7Sensis的戴萌 说起写日记 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比较直白坦率 乐观向上的孩子 所以一般写日记的时候 我都是比较难受的情况 然后基本上情况就是 日记的第一句 今天的我好难过 就像窗外的一个逗号 然后我就写不下去了 开始找人诉说我的难过的事情 所以说基本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怎么写过日记 感谢秒拍和微博视频的邀请 现70周年十一日记中的儿时梦 快来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7Sensis的孔萌萌 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呢 有一本带着密码的日记本 然后里面写着谁谁很帅啊 谁谁谁谁也很好 然后谁谁谁很漂亮之类的 最后那个密码被我忘记了 我就再也没有打开那个日记本过 这是我唯一对小时候日记本的回忆了 然后感谢秒拍 一部视频的邀请 现礼70周年 寻日记里的儿时梦 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7Sensis里的张宇格 关于我小时候的日记呢 只能说我小时候不写日记 然后我长大了 倒是偶尔会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 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但是都是写的一些很不可告人的事情 感谢秒拍咪咕视频的邀请 现礼70周年寻印日记里的儿时梦 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 大家好我是SH487Sensis的许阳玉琢 那么关于日记的回忆就是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写日记 然后写了满满两本日记 然后偷偷的藏在我的柜子里 后来被妈妈发现了 感谢秒拍咪咕视频的邀请 现礼70周年寻印日记里的儿时梦 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7Sensis的陈琳 那么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我小时候日记里的故事 对就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去水上乐园嘛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爸去水上乐园的时候 不幸落水 就是在那种人造沙滩的那种 就是有海浪的地方 对就给我留下了一辈子很深刻对水的阴影 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 没事儿千万不要跟父亲出去玩 就是一旦落水真的很惨 对 那么最后呢要感谢秒拍咪咕视频的邀请 现礼70周年寻找日记里的儿时梦 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